這個就是我買過最貴的袋子 是我初二還是初三的時候 Hello,大家好,我是蘇林 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豪D 今天我請了豪D 和我一起做一個主題 其實今天的主題是名牌的 本身個人,我對於物質的追求 沒有很高 所以有點陌生 你是追求精神上的 對,看我穿的東西也不是說有什麼名牌 我們不知道,是吧? 這個大片的東西 或者我考考你 最簡單的 Channel,懂不懂? 懂嗎? 懂嗎? 我要你畫個Logo出來 之前你沒有跟我說 什麼?我們沒有懷疑過 你可以假裝或者你想畫 假裝到嗎? 其實已經是 我畫出來 我畫出來 是對的 你有沒有想畫多一個LV 都不難,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就是LV 我試一下 我的印象是這樣 差不多的 就是移一移個位 所以現在就不考畫了 看Logo 看Logo 看你能不能看出 這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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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完全沒有看過 真的沒有印象 這個牌子是因為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我第一個給你猜 真的沒有印象 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動漫的 我完全沒有想過是名牌 真的不知道 這個牌子其實叫Tory Birch 好厲害 連Logo 連名字都沒聽過 沒看過 好厲害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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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神話 我都說 會不會什麼開頭都好 波子開頭的 B 即是 不是,我純粹說是 波 即是波 波子 那我真的 Tory B Tory Tory有粉紅色的 哪有什麼 是 Versace Versace 考完你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 背名牌的女生 給你是什麼感覺 沒有文青 不文青的人 就是背名牌 背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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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書 這種感覺 直男的表達 背名牌 背名牌 原來是這樣的 外觀的一下 外觀的一下 那你有沒有覺得 很有距離感 也會的 你過了兩個關卡 我想帶出的就是 我買了人生第一個名牌 前來是我生日的 買了第一個名牌 給自己 那你之前那些 不是名牌 還是別人送給你的名牌 之前沒有背過的 你以前有見過什麼名牌 沒有吧 可能真的是直男 我看到你的感官 就是整個格調 給我感覺 一定是會背名牌 就是你通常 背過來拍攝 都一定會背著大袋 但是呢 我看到蘇琳 我就會覺得 連大袋都是名牌 就是我會有這種感覺 是真的 這麼抬起我 是真的 是真的有這種感覺 通常一定是背這麼大袋 我看到他背 我都會覺得這個是 哇 呃 這個是有些牌子 就是你剛剛說的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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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明牌 每個人定義都不一樣 就是我有Coach 那些袋 可能是千多元 對我來說 不是數字才叫明牌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名牌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呢 叫Fugamo 其實它前面還有一個英文 通常人們讀後面這個 哦 Celope Fugamo 哈哈哈哈哈哈 那其實我喜歡這個牌子 很單純 因為它的Logo 就是兩個扣 成雙成對 我挺喜歡 就是對它的好感 哇 不是因為了解它的背景而喜歡 沒有男生摸的嗎 呃 有沒有呢 好像沒有 第一個 哈哈哈哈 你真的打下來 你真的打下來 那我之前就受一個YouTuber的影響 他叫文敏 他有分析過他自己的價值觀 他覺得你份量的20%去買名牌子 是make sense的 我是比較務實 我接受不到 一個月找兩三萬 就拿兩三萬去買一個名牌子 那我會打破呢 是因為家人都支持我去買 因為我都出來做事了 那你又要出現場合 其實你尊重那個場合 你是沒辦法 這個世界是物質的 我超明白你這兩件事 就是我出活動呢 我平時我是man開這個背包的 那我去香港出活動呢 就算我不是揹著背包上台也好 我也是不會帶這個背包過去的 你帶過去揹過去是不行的 不可以的 整個中學生這樣 所以我都會揹一個 就是設計上會有一點點氣派的感覺 的一個出活動 如果不是 下次你一定會找回你的感覺 就是 有幾重意義的 第一是便宜 第二是家人支持 第三 剛好我三月份買的 那我四月份生日 其實我沒有這個習慣 我一定買生日禮物給自己 加多一項給他生日禮物 那我就會買到很心安理得 嗯 然後我都選了這個款 就是比較實用一點 就是你可能上班感覺也可以用 還有黑色 襯什麼衣服也可以用 但我買它的時候 我帶了一張信用卡 就是一萬元而已 然後買不到 那麼很多東西都是意大利做的 很便宜 它的東西 吸引了 還有我去之前今晚的家人 都跟我說 你都長大了 是不是應該要買一些東西 躺一下身 嘩嘩嘩 我覺得 連家人都這樣跟你說 是啊 我覺得真的很推動到你去買的 其實就是家人的支持 因為怎麼說他支持 是他過數給我 支付寶 那邊是可以用支付寶 你買過最貴的袋 我今天帶來了 這個就是我買過最貴的袋 知道什麼牌子嗎 那這牌子應該絕了織 我沒有記錯的話 叫做 我不知道有沒有發錯 就是Less Middle 我以前去香港的時候 然後去買的一個貝洛 那是我初二零初三的時候 我講過很久 但這個最貴的 最貴啊 我之後都基本上沒有買多 這個呢 這個是我買電腦的時候送的 買電腦的時候送的 給你裝電腦 好滑 就是這樣 它書包打是兩條不同的顏色 還有那件東西很特別的 它有這樣的套 這套呢 是被你下雨的時候 這個書包就不會濕 好特別啊 既然是這麼貼心的設計 是下雨 很怕那些書包都濕了 這樣包著它 我看你買的袋 你是比較 模實一點點的 還有功能性 你會要求到 還有一件我有少考慮 就是追求它 有什麼獨特之處 我這個是給了一個方向 給我們女生去選擇 你男生的禮物 是嗎 是嗎 就看看這些直男喜歡什麼 其實我外觀上是一個直男 還是你和我相關 我覺得你是直男 你不是的 你覺得是戀男 你說我直男呢 我覺得我是有點不服的 或者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 你有什麼測試 即是一些題目 你覺得是直男是怎樣 戀男應該會怎樣 看看我是一個直男還是戀男 還有戀男好像比較帥 好嗎 Hody你是有興趣知道 大家 將你分為戀男還是直男 我有興趣 比較想知道 女生有什麼標準 去分直男和戀男 可以不單是我的 你可以找其他人 來做一個評測的卷 可能讓觀眾覺得自己是不是 這個是蘇琳的標準 好嗎 就是這樣 好嗎 好嗎 我答應你 那我下一集就為Hody 做一個怎樣分直男和戀男 好了 那今天這條片集到這裡了 好啊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我 訂閱我們的Youtube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 拜拜